監視器一拍下,突然屋子間,牆面往右一倒,整個直接垮掉,靠外側的圍牆,直接從四樓高的地方往下掉。 現場不只仰起大量粉塵,大量石塊也直接砸中下方車輛屋頂。 仔細看,最慘的是這輛警車的車頂,被一大片圍牆給壓扁,剩下左側車身還算完整,不過引擎蓋上留有大小磚頭。 不只警車,嚴重受損,還有這輛被警方查扣的黑色賓士,原本是詐騙集團所有,而旁邊的B&W也沒躲過,後擋風玻璃,大小石塊,整個被砸破。 回到現場,不難發現,牆面的碎石持續的掉落中,部分殘骸還懸在半空,結構安全看綠。 原來這裡是金融市警察局脫吊車保管廠,而上方剝落的建築物,是屬於台肥公司,15號晚間8點多,大量石塊從四層樓高的地方倒塌,砸毀數量汽車。 由於地主偏僻,兩天來都沒人發現,直到17號上午,遠景巡邏時發現,車輛被石塊壓扁。 11點多,我們拖拉廠小隊長在尋廠的時候,發現我們拖拉廠鄰近台肥的邊坡,有建築物的倒塌物,這樣掉落,砸到五輛車子。 那金查是那個台肥廠的建築物,不知道什麼原因,有掉落一些類似落石還是建築物的一些東西,砸到我們廠區的五輛車子。 裡面包括有三台是那個,因為沒有掛大牌,停在路邊的違規停車,以及我們一台警車,還有一部陰暗查扣的行案車輛。 那這個部分呢,我們有跟台肥的廠區聯絡,台肥廠承諾說明天下午我們來辦一個小型的會堪,來釐清相關應該理賠的肇事責任這樣子。 還好被找尾警車,車領超過十年,已經是帶報廢車輛,加上被查扣賓士及三台五排車,總共有五輛車受損。 警方已經聯繫車主和台肥公司進行會刊,協調後續的賠償事宜。至於崩塌的原因,仍有在調查。記者,黃紹明,金融報導。